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有一句亘古不变的名言 得中原者得天下 而徐州 锦州 兰州 基本就是能否稳固中原政权的命门所在地 所以你会发现 自古以来这三个地方都是重兵八手 徐州和兰州以后讲 今天讲讲锦州 今天有四话连招 一个非常好用的肩颈按摩仪 肩膀酸痛脖子僵硬的老哥 推荐评论区领章卷把它拿下 了解新中国建国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解放战争最后时刻 我军对国民党发起了全国性的大决战 而这第一仗 毛主席一再要求林彪务必先打锦州 关门打狗 原因在于辽西走廊 是连通关内关外的唯一通道 锦州和秦皇岛 就是这条道路上的进门和出门的钥匙 然而这么重要的位置 在抗尔战争时期 竟然是莫名其妙丢掉的 1931年918事变后 驻锦州的部队友 12旅 20旅 旗3旅 以及公安骑兵三个总队 随着日本下定决心侵占锦州 国民政府非但没有下令坚决抵抗 反而是向国联求助 提议把锦州在内的辽西走廊 设为中立区 守不住就共享的传统技能 是跟大清学的炉火纯青呀 更有甚者是张学良 当这份提议刚递交上去 在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 他没有一刻犹豫 直接就把闪线给交了 把12旅 20旅 其3旅直接喊回了关内 在锦州仅留下了公安骑兵队 而日军已经把第20师团 第20师团 第8旅团的主力队伍 共计4万余人 集中在了新民 盘山迎口一带 总队长熊正平和黄显生 意识到大战在即 他把第三总队 放在了大灵河南岸 承担第一波阻击任务 第12总队 放在了锦州城担任预备队 并把敌情上报给张学良 张学良的答复是 不遭攻击 不准撤退 遭到攻击防不住时 可以率领三支总队退入关内 1932年1月2号 第8师团仙头部队 在大灵河北岸 摆了多门火炮 两后期赶死队 兵分三路强度 三总队当即还击 日军的火炮 立即调整大点 投降三总队的防线 双方都有伤亡 战至天黑 日军仅有七个人 渡河成功 不过也都成了 三总队的俘虏 熊正平担心 夜间日军利用重火力 偷袭强度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便把三总队 撤到了锦州城内 与此同时 担心城内人员密集 黄显生便带领 另外两只队伍 撤到了城西待命 果然凌晨两点 日军的进攻开始了 警察队伍没有重火力 很难抵抗日军的集团冲锋 于是熊正平 设定三总队 趁夜撤往了红罗线 黄显生部 撤往了锦西 所有人通过后 熊正平令部下 炸毁羽园河铁桥 迟滞日军的追击 日军不依不饶 在拂晓之地 派出战机 在红罗线之锦西一带 往复侦查 并派出一路骑兵连队 向着锦西追击 无奈 三只警察骑兵队 只能撤到锦西西南的大山中 之后都是日军一路追 这只警察队伍一直退 到1月10号 公安骑兵三个总队 退到了府宁 至此 虽然关外还有少量的部队 和国民政府的官员 但实际上 从这天起 关内关外 成了两个世界 现在我们常说 东北有共和国长子的城市 借用这个思路 那1932年1月10号开始 东北成了留守的孤儿 这里不光像 战斗在最前线的 东北康尔联军 致以最高的敬意 也像那段时期 生活在东北的人民 说一声 对不起 再说一声 谢谢你 谢谢你们孤独 且坚强地挺过了那段岁月 谢谢你们 在新中国最需要的时候 你们依然坚定不移地 爱自己的国家 倾其所有 帮助新中国 追赶世界的步伐 回到正题 日军打下锦州以后 他们把獠牙 咬向了最后一个大型城市 东方帝都 哈尔滨 1931年918事变后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辽宁 吉林 几乎全部沦陷 这时候的东北地区 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态势 张学良在北平 他的大部队全在关内 紧黑龙江 有最后几支队伍 没有逃跑 这些队伍名义上 还是东北军 实际上张学良 已经放弃了这几支队伍 既不做直接的指挥 也没有办法提供后勤保障 而留在东北的军政系统 更卵套 形成了抗日派和投日派 两个鲜明的派别 政务系统 有哈尔滨的国民政府 他们主张亲日不抵抗 而那些决定抵抗的官员和军队 在滨县成立了一个抗日政权 日本在吉林扶持了一个汉奸 西恰 建立了一个伪政府 还帮西恰组建了五个旅的伪军队 此时的东北 有日军 西恰 国民政府 抗日政权 四方实力 日军想不战而夺得哈尔滨 西恰 想依靠日军撑腰 扩大自己的势力 完成独霸一方 恢复大清的梦想 国民政府是 我不管 我不打 上边说了 准备谈判 抗日政权是 爱谁谁 谁侵略我中国 我就打谁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微妙的事 此时 东北仅剩黑龙江 没有沦陷了 在日军侵略辽宁吉林的时候 东北军是跑的跑了 投的投了 也就是说 现在还留在哈尔滨周围的部队 基本都是抗日派 国民政府 虽然是官方正统 但是他亲日的主张下 几乎没有部队听他的 他根本主导不了 接下来的东北局势 随着日军 占领了锦州之后 把东北的大门 彻底锁上了 他们筹划 侵占最后一个战略城市 哈尔滨 他们依然沿用 以华制华 和收买实权人物的方法 而西洽正是他们的白手套 时间来到1932年1月 西洽的五个旅整备完毕 兵分两路向北进攻 一路进攻于树县 另一路进攻苏兰县 日军沿着长哈铁路 跟在后边 等待接收哈尔滨 于树县的守军 为张左舟的25旅 苏兰县的为 逢战海部 1月16号 伪军率先抵达了苏兰城外 由于伪军中 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苏兰的 帮着日军侵略家乡这活 不是苟到极点 是真办不出来 所以这路伪军到城外之后 没人愿意开枪 与逢战海部 大小瞪小眼 形成了对峙状态 而另一路伪军 没多久抵达了虞树县 看了之前作品的朋友 应该有印象 张作舟的25旅 已经有人投日了 现在的25旅 仅剩下最后一个多团的兵力 但张作舟 还是决定在虞树县 跟鬼子拼一把 他利用仅剩的兵力 布置了两道防线 伪军行之此处后 西洽派了个特务 把一个副团长给收买了 然后一手里应外合 致使虞树县 几乎没有发生战斗 旅长张作舟 团长任于山被俘 虞树县被侵占 逢战海得知 虞树失守后 他意识到 自己的侧后不安全了 舒兰已经没有坚守的必要 所以立即命令队伍 撤出阻击 前往拉临 去保卫哈尔滨东南大门 伪军占领两城之后 下一步就是横渡拉临河 总攻哈尔滨 要夺取哈尔滨 绕不过去的一座城 就是双城 因为长哈铁路 从双城穿城而过 长哈铁路又是一条 有苏联股份的铁路 所以来硬的 招惹苏联肯定是不行 可当时22旅 还驻守在这里 没有一丝撤走的迹象 于是 西下给七旅长赵毅 送了三万五千大洋 并与诺 封他为剿匪副总司令 兼参谋长 手握五个旅的军务大权 赵毅呢 毫不客气 大洋收下了 伪认状给婉拒了 赵毅是个城府非常深的将领 你给钱 我赵单全收 你给官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对吧 最后 西下只得跟他说 你可以不归附于我 但是日军经过的时候 还请高台贵手 切勿擦枪走火 赵毅呢 也不知可否 这个迷魂阵 给西下是弄得云里无里 伪军一时也摸不清 赵毅要干嘛 担心强度会遭到埋伏 所以选择从拉铃方向过河 1月23号 西下的部队冲着拉铃方向行进 真是冤家路寨 冯战海部经过长途跋涉 刚好抵达拉铃 但由于没时间勾住防线 所以这场组织战 冯战海部战败了 没能拦下敌人的步伐 冯战海率领残部 撤到了松北镇修正 占领拉铃后 伪军兵分两路 主力队伍进攻阿城 准备一股做气拿下哈尔滨 另外派刘宝林旅 开进到双城城东 监视威胁22旅 哈尔滨方向岌岌可危 城内人心惶惶 以张景辉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竟然打算迎接日军进城 关键时刻 伊兰镇首使李渡 星夜监城带领24旅一个团 赶到了哈尔滨 在松北镇 李渡约见马战山 冯战海 丁超 王志佑等人 商定组成统一抗日军 李渡为总司令 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 马战山也答应出兵 并赞助枪弹50万发 哈尔滨民间团体 银航立即响应 共计为抗日军 送来了50万哈阳 1月27号 伪军兵分三路 对哈尔滨城区 发起了进攻 这些伪军无法跳脱的难题 就是攻打家乡这个心结 所以斗志极其的低 李渡部则有保卫家乡的 Buff加成 所以打了一天 伪军损失惨重 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打算等日军过来后 由日军负责总攻 得知伪军失利后 日军决定亲自出马 哈尔滨保卫战的第一场硬仗 压力给到了双城的22旅 1932年1月28号 日军下达了总攻哈尔滨的命令 以第二师团沿长哈铁路行进 以混成第四旅团 从齐齐哈尔车运赵东 对哈尔滨形成夹击态势 关东军五个飞行联队 担任空中力量 镇守哈尔滨南大门的 22旅旅长赵毅 得知日军出发的消息后 他令663团团长陈德财 率领全团队伍前出 买费在老少沟阻击敌人 并炸毁铁路 迟至日军的北进 其余队伍买费在双城车站 准备伏击日军 此时22旅的危机 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日军 还有伪军刘宝林旅 在东边监视着他们 赵毅决定先干掉身边的隐患再说 2月1号凌晨 他亲率五个营的兵力 轻装几近 把熟睡中的刘宝林包围住了 随着四面八方的同时突击 伪军跑得跑 响得响 数十分钟 刘宝林带领残步跑得是无影无踪 然后赵毅立即回市双城 准备阻击日军 这时一条坏消息传来了 陈德财没有执行命令 不但没有阻击日军 甚至连铁路都没有炸 至于原因嘛 陈德财此时已经有了 投降西洽的打算 他不想得罪西洽 所以他没有让663团执行命令 2月1号中午时分 日军已经成功渡过了索花江 坐着火车 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双城 由于此前赵毅没有明确表示过 是否会高抬贵手 而当下一路绿灯地进入了双城 所以日军认为 22旅也执行了不抵抗的政策 车走了 全都放松了警惕 就在这时 赵毅一声领下 埋伏在车站四周的队伍 把各种火力打向了日军队列 一场激烈的混战开始了 日军向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 没多久 日军司令部闻讯后 派出了20架战机 数量弹克装甲车过来支援 王孝之团也正冲着双城几近 两伙援军几乎是同时抵达双城郊外 城内的恶战还在继续 日军的飞机对着城内狂轰滥炸 这时 王孝之看到城内的混战和敌人的轰炸后 竟然给啪了 拍了拍屁股 带着队伍跑回哈尔滨去了 赵毅带领22旅残步 独自面对敌人的地空火力 战斗到后来 22旅伤亡非常惨重 661团团长吴永和 662团营长 苏承祥 连长金永山 张金城 李振海 张宝库 排长刘金胜 何万后等20余名干部 全部牺牲 士兵伤亡700余人 22旅已经无力再战 赵毅率领渔部 突围 撤亡了哈尔滨 次日 日军步步紧逼 来到了哈尔滨南郊 李渡下令 26旅和28旅 防守三棵树南港方向 22旅 24旅 防守上号方向 逢战海部 迂回地后 偷袭长春 吉林 牵制日军逼其会员 李渡表面上指挥的番号不少 实际上所有队伍 建制都不完整 再加上有些队伍 在连续战斗 非常疲惫 所以综合战斗力 非常的差 同日 日军第二师团 在哈尔滨南郊分兵 第三旅团去阿城 第15旅团去巴黎铺 并对哈尔滨外围 做战前侦察 又一个周夜后 第三旅团 带着伪军的五个旅 为右翼 进攻哈尔滨东侧和北侧 第15旅团为左翼 进攻西侧和南侧 经过一天的战斗 外围局地全部失守 康二军退至基本阵地防御 第二天 天刚亮 日军用火炮 对着康二军的阵地 进行的一轮轰炸 然后以铁路为基点 15旅团在西 三旅团在东 伪军负侧翼安全 所有队伍 完全横向展开兵力 对哈尔滨采取 一路平推的方式 发起进攻 康二军依托民防围攻势 坚决抵抗 但装备的察局下 到午后时分 还是又掉了一层阵地 哈尔滨主城区 已经摇摇欲坠 按道理说 该拼尽全力 做最后一战的时刻了 可28旅旅长王瑞华 竟然临阵逃跑了 部队成了无人指挥的状态 纯隆无首的28旅 自行撤到了城区内 这下多米诺效应了 防线就像绝了敌一样 瞬间全都崩溃了 护鲁军总司令丁超 也暴露了本性 他根本就无心抗日 只不过是不想丢掉 自己的地盘罢了 他真正的想法 是依然寄托于 国联能够调停 所以他并没有 全力以赴地让部下抗日 说摸鱼过分了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关键时刻 李渡亲抵前线指挥所指挥 在城区干道上 临时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 这才挡住了日军的步伐 没多久 天黑了 双方一起休息 2月5号浮晓 李渡集合了全部的火炮 对着第三旅团的方向 集中发射 并命令各部队军抽调一部 对着当面的日军发起反击 日军第二师团长 波门二郎 被打之后气急败坏 把预备队和坦克队 全都投入了战斗 另外 四个飞机中队 从双城一起起飞 对哈尔滨进行轮番的轰炸 抗日军既没有空军 也没有防空武器 伤亡非常之大 下午时分 抗日军防线 全线崩溃 日军进入了哈尔滨 抗日军失败 撤往了滨县 及一东地区 奔西迪后 去偷家的冯战海 得知哈尔滨沦陷的消息后 也只能是放弃任务 回来找里度会合 至此 东北全境被日军占领 他们开始落实 建立北满洲国 东北的大型战役 基本也就没啥了 说他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不好听 但下一次 被祖国拥抱 要等14年 关于抗日第一人 马战山 投日和反正 过两期再讲 我们下期 也可以把视角脱离关外 第一次松户抗战开打